雅加達西區的佳蘭班長街 由於地理位置適中 開摘食物種類繁多 吸引了許多時刻 特別是一到摘月就更加熱鬧的異常 那麼在疫情期間的摘月 該市場的情況又是如何 我們來看一下記者發揮的報導 眾所周知 雅加達西區的佳蘭班長街 是每年摘月期間 人們購買開摘傳統美食的 必取之地之一 每年摘月期間 臨近落日 該街道都會吸引人山人海的市民 這裡售賣者形形色色 色香味俱全的開摘傳統美食和小吃 比如各式各樣的油炸小吃 米糕 水果冰 香蕉椰漿甜味湯等 據一位售賣開摘美食的商販老闆說 離開摘時間三至四個小時之前 他們就在這裡做開業的準備了 他也表示非常慶幸 今年摘月的生意比去年同期提升了一半左右 因為疫情管理方在去年限制了商販的人數 但在今年只要大家在攤位之間保持1.5米的距離 遵守防疫規則 大多數的商販都會被允許在這裡做生意 這名時刻也表示 雖然管理方已強調要遵守防疫規則 但是還是看到一些商家沒有佩戴好口罩 或者沒有佩戴手套 儘管在疫情期間 但並沒有阻止民眾前來加蘭班蔣街選購美食的熱情 印尼累積新冠陽性病例 已達到165萬7035例 節日縱然重要 但自己的健康安全更加重要 美讀新聞 廖碧玲 採訪報導